佳嬌哥其實我很早以前就認識過他 我還有去過他家拍過照片 其實他那時候是拍說所謂的藝術照 就是比基尼 那你當時也有找人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 我記得好像有說什麼 他家所以不方便 只是幾年前了耶 那你很近 所以近的受害者都是同一個時間 因為他都是在攝影很有興趣 他那時候對攝影很有興趣 其實他可能那時候找了很多很多人 有拍藝術照 不要怕得罪對方他做這件事情 他要求的時候 他已經在得罪你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蘇琪琳卡 最近在台灣演藝圈還有政治圈 MeToo的運動真的是很火 最近這麼燒了 我們想說也來最後一集 來講講我的看法好了 這種事其實非常見仁見智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看法可能都不太一樣 有些人正在這個角度 有些人正在另外一個角度 所以大家就聽聽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你們的想法跟看法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應該要好好保護自己 不只是女生會被性騷擾 男生當然也會 這件事情 不應該造成性別對立 而是這件事情是 男生女生都會發生的事情 就讓我們今天來好好看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吧 最早這個MeToo運動呢 其實是2006年 國外的Twitter網站上 開始散發出來的 台灣的MeToo運動呢 剛開始最早的時候 其實是從政治圈開始 那一般大眾可能沒有太多的去關注啊 一直到最近 演藝圈開始連環報之後呢 大家才開始發現 這件事情有很是嚴重的事情 然後大家也開始關注這件事情 這次其實我覺得報的第一開始是 許潔輝 許潔輝 那當初為什麼會爆開啊? 就也是 就是黃芸欣就是指控他 之後呢 又勝 就又出來 就一直蓋掉一直蓋掉 然後變成現在 陸陸續續開始大爆走 我記得了 我記得許潔輝是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表演的老師 然後他剛開始最早被爆出來 其實是有人在匿名版上說 第一堂課就在教 多人性交的演戲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大家的 看法還是很兩派的 就是一派有覺得就是說 你如果接到一個工作了 這算工作 這不能算性騷擾啊 你如果接到什麼工作 你不能控制這個工作是什麼 難道湯偉要去告禮安性招勞嗎 然後直到真的有人說 許潔輝伸出 火爪 然後才開始炸掉了 然後道歉 就是有宣布要離開演藝圈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 許潔輝之後 又勝 今天又勝我不太熟 他是不是演 八點檔的男主角還是 他是演偶像劇嗎 他演偶像劇 然後他是行腳節目 我記得他是一個很健康的形象的人 他是被冠名心好男人的人 啊 難怪那這次會爆炸 我更壓抑的是 我以前聽過他是男女子 逆名發就是說 他約炮約到佑聖 嗚 那應該是男女同吃 哦 嗯 那接下來就是 幸好男人佑聖被炸出來了嘛 然後許潔輝就被大家淡忘了 對 真的耶 直接問去上一個耶 難怪以為那個圖 就覺得有人說謝謝許潔輝 許潔輝說謝謝佑聖 佑聖說謝謝黃子嬌 所以我們下一個來講黃子嬌囉 佳嬌哥其實我很早以前就認識過他 我還有去過他家拍過照片 其實他那時候是拍說所謂的藝術照 他真的是拿底片相機出來拍照 但我覺得我可能就是 看起來比較兇 所以我是很認真的拍完之後 我就走了 就是比基尼 就是很正常的比基尼 所以他可能覺得在叫你拖你會生氣 他就不敢叫你拖 對 我覺得是這樣 在現場如果要我幹嘛之類的 其實我會臉色很臭 我會直接在現場我不會讓自己處於一種 身不由己的狀況 我覺得很多 事後越想越不對的 被性騷擾的人 都是 當下處在身不由己的狀況 會覺得現在的狀況我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他們會覺得委屈 然後事後就是情緒才真的會上來 所以我會盡量不要讓自己處於那個 身不由己的狀況 不想要我就是不想要 那個時候好像也沒有 沒有什麼太嚴重的就是要我拖啊 就是拍完比基尼 然後就這樣結束 那你當下也有找人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有說什麼 他家所以不方便之類的 我們後來還有加Witcher 遇到的時候也會打招呼這樣子 我就比較沒有這種感覺 那那時候你有知道他會禿頭嗎 那時候禿頭了嗎 十幾年前了耶 那你很近耶 所以近的受害者都是同一個時間 因為他都是在 攝影很有興趣 他那時候對攝影很有興趣 所以他可能那時候找了很多很多人 有拍藝術照片 像譬如說我跟攝影拍一些 比較私密的照片或是你其實現場也看過啊 我們的現場拍攝的氣氛就是那樣 不太會有什麼銀迷的氣氛出來 可能是個性的關係吧 所以這段拍的多性感 都不太會有這種狀況會出現 不要怕得罪對方他做這件事情 他要求的時候他已經在得罪你了 不要把自己的自尊性放太低 好像不照著他做的話我會怎麼樣 或者是我真的無能為力害怕他 當然女生比較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男生就是力氣比較大嘛 你很怕就是都拒絕被打怎麼辦 能理解很多女生是會有這種顧慮的 但是當你在當下 馬上可以做出反應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不會留在你心裡太久 像是譬如說你在車上 然後遇到賢豬手 你馬上罵他 跟你不去講然後一直逼在心裡 其實我覺得會差很多 你不講出口的話 你之後一定會一直在想 我今天被摸了然後很難受 但你當場就是罵完他之後 其實事後你就不太會有這樣子委屈的那種感覺 我其實我跟我弟分析這個事情 其實它有兩個點 應該是比較好的點 就是我看到別人這麼勇敢 好像帶給我自己勇氣 然後當下你覺得委屈覺得害怕嘛 不敢講 這件事情已經過了一陣子了 它還在你的心中 然後你又看到別人這麼勇敢的說出來的時候 你好像就是給自己勇氣 會在這個時候一直臉環抱 當然還有另外一部分比較難聽的就是 聽到現在見不得他好 為什麼他現在還那麼好 現在就要一起把他抱走 當然也有我要跟一下瘋 說我要跟一下瘋 我以前也被姓塞好過 這種人也有 但其實最主要還是因為 現在能站出來的人 都是因為他們比較往瘋 有發聲的地方 有一個至少會有人相信你的一個效果 可是可能十幾年前 你一個人就算發了這個文 也沒有人會理 也會擔心說自己講出來的誰會相信 現在這個活動之所以都爆掉 然後藝人開始有一些人被抓出來 那也是因為 他們好像在這個時候就被迫要承認 有影響力了 這一次的MeToo事件 出了超多梗塗的 哈哈哈 我覺得很過分 但是出超多梗塗的 我不喜歡人醜性騷擾這種話耶 這種就是很醜女的話啊 今天幼聖應該也長得不醜吧 哈哈哈 大家不要想太多 早上算的人也是會出事的 大家都在說 同聲 知道怪你自己穿緊身衣誰受得了 超多人在下面這種留言 看起來沒有真的很真心誠意的在道歉 他只是 因應社會風紀下 大家就要道歉所以他道歉 然後又開了一個 不跑的玩笑 我之前其實有跟同聲 拍過螢幕情侶的遊戲代言 沒有拍一些宣傳照 只要有一點禮貌 就比較不會讓人覺得不舒服 會心騷擾 像比如說我要碰他的時候 我會跟他說 欸不好意思我碰你一下這樣子 我都會先這樣跟他說 現場就比較不會有 讓他不舒服的狀況 或是讓我不舒服的狀況 我有聽過一個 脫口秀的演員國外的 Beerber 他就是在講他有一次在有點open mind 第一個上面講的是女生 然後他是第二個 他那時候就是很緊張 然後在背他要講的什麼哏啊 講完的那女生一下來 就一手抓在他蛋蛋上 然後跟他說加油 然後他說他當下就覺得自己好無力 就是很不舒服 好像被性騷擾 但是他馬上就想到他能跟誰講呢 他這種事情 他跟他身邊的兄弟講了 兄弟可能只會開玩笑說 那要是我的話 我可不可以就脫褲子 叫他再來一次 兄弟就只會講這種幹話 所以他就覺得他誰都沒有辦法講 男生被性騷擾的時候 也是很難講 出口 好啦以上這件事情就是我們這次 對台灣metoo事件的看法 很多人每天都在吃瓜 很多人每天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啦 就是每個人都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男生女生都一樣 自己要好好保護自己 也要注意不要去侵犯別人 我是終於天下的大拍啦 然後還會看看 那邊吃瓜 再次吃瓜 那邊吃瓜 還會看 那邊吃瓜 我很好玩 所以應該會吃瓜 我一定會吃瓜